中俄合作迎来一个重磅消息 据海关总署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称 我们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将迎来在日本海的出海口 公告自6月1日起实施 中国得到日本海出海口的战略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其实就是我们所称的海深崴 我们东北老工业基地曾经是我国基础工业化的骄傲 在中国经济中占据半壁江山的地位 然而改革开放后东北地区逐渐落后 现如今整个东北三省的GDP 还不如深圳和广州加起来多 还不到广东省GDP的一半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 东北地区的经济越来越落后 虽然原因很多 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东北三省的两省都没有出海口 虽然辽宁省有出海口 但一则不足以带动整个东北三省 二则与山东、江苏、浙江相比依然有趣味劣势 如果我们有日本海的出海口 东北三省在改革开放后 就能建立与日本、韩国的紧密贸易合作关系 那么东北三省的经济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差 可能有人会说 为啥我们不能租用俄罗斯 或者朝鲜的港口作为我们的出海口呢 事实上 中俄彻底解决边界问题是在2006年 俄罗斯对于远东地区的开发意志非常谨慎 就是因为中俄之间的历史原因 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也比较微妙 苏联解体前 朝鲜是在中苏之间找平衡 苏联解体后 中韩建交又让朝鲜对中国非常不满 再加上中国有很长的海岸线 对日本海的出海口的需求也不迫切 所以一直也没有谋求租用 2012年传出 中国租用朝鲜的先锋港和罗金港 但后来因为金正日突然逝世 半岛局势出现剧烈变化 中朝关系出现波折 这事也就没了下文 然而现实情况是 由于我国在日本海长期没有出海口 再加上朝鲜长期被安理会制裁 以及俄罗斯经济上长期向西看 开发远东地区的意愿并不强 使得我国东北地区的发展空间被严重遏制 那么现在俄罗斯为什么突然又愿意 把比较敏感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港租给中国呢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国的神助攻 2022年2月经过8年的准备和酝酿 美国终于达到了挑起俄乌战争的目的 俄罗斯与欧洲彻底对立 9月北溪二天然气管道疑似被美国主导炸毁 俄罗斯与欧洲的能源贸易线路被彻底斩断 再加上美西方对俄罗斯的疯狂制裁 俄罗斯与西方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冷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的经济 只能依靠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国家 也正是基于俄罗斯在经济发展 向西失败彻底无路可走的背景 莫斯科才真正把远东开发这件事放在了心上 我们也因此看到了 俄罗斯把弗拉迪沃斯托克港租给中国的消息 在我看来 中国在日本海拥有出海口 至少有四大战略意义 一是中国可以扮演俄罗斯与欧洲转口贸易的角色 俄罗斯与西方的经贸投资基本都按下了暂停键 短期内恢复的可能性非常低 未来可能甚至长达一二十年 俄罗斯与西方的经贸投资都不可能正常化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某种程度上 就可以扮演俄罗斯与欧洲转口贸易的角色 如果中国把俄罗斯的资源产品 以及中国基于资源产品做的工业品 通过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转运到欧洲 是不是俄罗斯向西方的贸易也打通了 中国当然也有了更多的业务和市场 更为重要的是 随着气候变暖 北极航道的通航期正在延长 现在已经可以长达三个月 未来随着气候变暖还会继续延长 这使得从东北地区 向欧洲 美洲走的货运距离大幅缩短 这能够大幅节约中国到西方的贸易成本 甚至想象一下 未来我们一旦开发出核动力的大型破冰船 完全可以用大型核动力破冰船 拖着大型集装箱传稿运输 这些都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 对我们来说的巨大的经济价值 可不止内貌价值那么简单 二是中国参与北极开发将更有基础 随着大气变暖 北极未来将会迎来大开发 中国当然也是北极开发的重要参与者 很显然 如果我们在日本还有了港口 距离北极就更近了 当然就能更好的参与到北极开发当中去 三是中国东北将可以对日本 韩国形成产业替代 一旦我们在日本还有了出海口 虽然开始可能内貌为主 但未来最核心的业务其实不是内貌 而是东西方的贸易 当我们有了东西方贸易的物流成本优势后 那么以我们国家的成本 东北地区就能在某些产业方面 形成对日本韩国的产业替代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如果我们再与朝鲜合作 由朝鲜向中国境内派出工人 那么不但可以帮助朝鲜政外汇 还能降低东北地区工业生产的劳动力成本 如此就能形成新的成本优势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出海口 未来想象空间很大 似是为中国整合东北亚经济打下了战略基础 从更长远角度看 我们国家有技术 有资金 有工人 俄罗斯在远东地区有资源 朝鲜有工人 这样的配套一旦发展起来产业 就能形成以中国东北地区为核心的 东北亚经济新格局 未来日本韩国能融入近来就融入 不融入也无所谓 当然他们只要想发展融入其中是唯一选择 所以这个出海口 长期看能给中国整合东北亚经济打下战略基础 从俄罗斯将弗拉迪沃斯托克港租给中国可以看出 这次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是真的了 接下来远东地区必然会迎来大开发 中国将从中获益 对俄罗斯来说 这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有了中国的发展带动 俄罗斯经济面对西方的制裁不但不会崩溃 还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事实上 中俄在东北亚的合作已经开始显现出威力了 今年一季度东北三省的GDP增速 都跑赢了全国平均增速 这就是中俄合作的效果开始初步显现 俄罗斯也是中俄经济合作深化的受益者 2022年 俄罗斯的通胀率高达11.9% GDP下降了2.1% 然而进入2023年 俄罗斯的通胀率正在快速下行 3月的通货膨胀率 已经下降到了3.5%的最低水平 但到了4月份则下降更多 已经进一步降至2.3% 俄罗斯的通胀率 最近两个月 简直是断崖式下跌 为什么下跌 中俄本币结算了 俄罗斯进口商品成本下来了 俄罗斯给中国石油优惠 我们也投淘暴利 与俄罗斯通胀率正在大幅下行相比 德国三月份通胀率同比还高达7.4% 整个欧元区则为6.9% 美国在经历了那么剧烈的加息后 依然高达5% 这就是俄罗斯与中国深度合作的结果 中国廉价的商品让俄罗斯很受益 通胀率大幅下行 俄罗斯不止通胀率回到了非常良性的位置 今年GDP预计也会增长1.2% 事实上如果俄罗斯与中国合作深化速度更快 那么GDP增速比预期会更好 俄罗斯与中国合作的好 经济数据立刻转好 美国不断打压中国 结果自己的通胀压力高起 现在欧洲主要国家已经看出来了 与中国合作才是发展王道 所以纷纷调整对华政策 其实看到中国获得了日本海的出海口 真正难受的就是美日韩 对美国来说 中俄深度合作无疑是当头一棒 而对日本和韩国来说 中国获得了日本海的出海口 无疑将会对两国构成压力 其中滋味 大家慢慢品吧